因為新冠肺炎一直是一個 透過呼吸道的一個黏膜 作為一個病毒進入一個主要媒介 所以假如說在空氣污染的影響下 我們已經非常確定就是氣道 它的一個防禦力會下降 通常它的一個呼吸道的黏膜 會產生許多的一個破口 這些破口的部分會使得病毒 本來很容易能夠藉由 呼吸道本面的鮮毛 來把病毒送出去 透支黏膜產生一個防禦效應 但是在空氣污染下的話 它的鼻腔 口腔跟氣道 都有許多破口 這些都使得病毒進入人體的 一個速度會增快 這時候使得它的複製時間 不但縮短之外 而且它會進入血管 就產生各式各樣的一個 新冠肺炎相關病變 所以不管是許多的一個 紋線都指向同時的一個空氣污染 不但造成免疫力變差之外 ACE2的一個表現也會受到影響 ACE2一旦它的一個 受體的一個量的一個改變 都會使得病毒更容易進入細胞中 所以我們認為空氣污染的確 會跟新冠肺炎的一個嚴重度 會有相關聯繫 所以我們只掉arı口 市場公司 突然間覺得,還未必有效 就在家里期間 並且拼人假知道 都不會有沒有ダウ 哦 那裏